目前算起,又在2500年前,印度的摩洁陀国首都王盛成父亲的名字来了一位武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总算来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你就是我多年寻找的师父 我也很高兴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真道 我就告诉你吧,大家瑟 是 佛典故事大家瑟 经典的开始 等待旅人的事事尊 旅人则是常年来一直寻找名师的大家瑟 如果我不知而却说知 为悟道而自称悟道 那我的身体将当场分成七块 是 是 于是,世尊当场尊尊术法 大家瑟一句不漏地专心地听着 这个人叫做大家瑟 从今天起就是大家的同伴了 这个人叫做大家瑟 这个人,这个人好脏啊 就是 欢迎来到竹林经社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请尽量告诉我 他连寒军好像都不会 欢迎 这里的修行可是很严格的 这那种家伙回来 世尊也真会自找麻烦啊 在世尊门下修行的有各种规矩 其一就是 居住远离人烟的山林中 以每日的托波维持生活 托波对象不可分停赋 一日只许用餐一次 只能穿迫不缝成的衣服 其他的东西都不可戴等等 有许多严格的规律 大家瑟高兴地遵守规律 不落人后的情作修行 可是 弟子之中也有厌恶大家瑟 不时在背后毁谤的人 有个难题 他还没有动 我看看 惊人 他已经连续三年了 他怎么在想什么 华城市什么都不想装模作样在头睡觉 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到了 假装修行 那种男人会了解世尊说的法才怪 他大颗早日死心逃出这里 无意听到弟子们的话 世尊心想 有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家色的优点才行 于是有一天 世尊召集弟子们说法的时候 好重啊 好像从雷斯堂爬你来用 世尊看到大家色过来 马上讲起教法中最难的部分 可是弟子们完全听不懂 温法为心所造 一切一元生 一切一元灭 好 你们都知道了吗 你懂吗 我并不懂 你呢 我也是 请原谅 是吗 你们都不懂 大家色 原来你在那里 你的座位在这里 过来坐吧 这是为什么啊 刚才我说的 对大家来说好像太难了 大家色过来这里 你代替我 你代替我 以比较简单的说法 再说一次 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弟子在这儿 谢谢师父的好意 可是我没有资格坐在您的旁边 更何况是 要带师父说法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够接受 我只要在师父门下一个人静静的享受法的快乐就行 大家色 师父难得 没有关系 非大家色的温度 大家色在遇见我的第八天 就已经得到佛道之心 更从之后的修行 脱离欲望 知足 不做无意的言语 彻底的实践教育 今后各位的行为 都应该向大家色学习 所以我说嘛 大家色呀 他不是一个普通角色呢 说谎 你毁谤奸重伤 毁谤人是你 你还说别人 你说什么 吵死了 我不承认 那个男人 拒绝说法 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可是师尊他 师尊他偏心 一点都不好玩 除了顽固的幽婆难题之外 再也没有人说大家色的坏话了 从那之后 大家都尊敬地称呼 大家色为沉默的男人 可是 默默地享受 道之欢喜的大家色 也有一件挂心的事情 那就是 在故乡家里 等待大家色来迎接的 其中的妻子 巴陀 巴陀 大家色 名叫皮波罗舍娜 曾经是摩羯陀伯最有钱的人 年轻时候就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 他期望出家 过着情境的生活 可是却打不住父母的要求 和富家女子 巴陀 做幽默 无事的结婚 结果 新婚之夜时 才发现 巴陀就和自己一样 希望出家求到 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 后来 双清逝去 两人继承了家业后的某一天 我命令老婆们 把榨油的芝麻种子 放在阳光下晒 哎呀 好多虫啊 要杀子这么多的生物 真是讨厌 没办法 这是夫人的命令啊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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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榨油了 今天大家都可以休息 里边赵丰徐士下面在 什么都不买的 你怎么落快落呀 别偷懒 住手 住手 工作停下来 今天大家可以休息了 为了种田人们痛苦 牛畜受伤 从而死了 想不到 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 害苦了那么多生物 这种残忍的行为真是悲哀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 只要一碗饭就够了 睡 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 穿 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 其他东西大可舍弃 我想放弃家产出家求道去 我也是 是 就这样 大家瑟把财产分给家人 田产分给人们 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 巴托 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 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 一定 我发誓 据传 这天正好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 然后两年后为了寻找名师寻访诸国的大家瑟 终于遇到了众生的师父 世尊 巴托 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 可是竹林金社还没有女人出家者 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 最后大家瑟派望的日子终于到了 就在世尊活动的根据地 从竹林金社移到居萨罗伯的奇人金社不久 世尊首次开吏收容女帝 大家瑟非常高兴 把巴托接到了奇人金社 于是成为世尊弟子的巴托 潜心修道得到世尊称赞 是世尊者无人胜得过巴托彼千年 且说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地增加 分道地方的比丘 渐渐管不到 就连这阿罗皮村 也有比丘开始过放育的生活了 不行 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 你看看 这个是优陀罗王家传下的宝波 这个是优家生活有钱人数为珍宝的波 我说了 我们最自信的波 跟优婆罗难题的宝波比起来好像是垃圾 那房子和宝波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不定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就糟了 今天你就拿这个去托波 你们跟我走 我带你们到有情人家去吃真药 那太好了 我 就还跟着呢 看来大家瑟 偶尔也想吃点好东西 来 就一人家了 这是 这弧里的东西 算了 我们到那家 怎么搞的 你真奇怪 你搞不懂 我知道了 你为了要建房子 强迫大家捐钱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你去逃 对不对 他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这样 那可能糟了 果然是这样 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 暖家斯 他好像有目标 我为了 你没有 这很可能 我这个练习 我会要 您不正确 谢谢 您可以 百区 很 怎么 犯人 不是 我 这边 莫菲大侠家的老女人 我能助你 每个人都不要我 我快死了 不知道你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在尊贵的 世尊门下修行的人 我是来请求你 给我一点施舍的 像我托波 是的 我希望你能够减少 你自己的食物 发一发慈悲心 施舍一些给我 你说什么 以前我从来也没施舍东西给人家 更何况就想给也没东西 我一无所有了 没有东西 你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 如果有东西 我真的很想施舍给你 可是怎么办呢 我眼前有的只有别人不要的东西 像是发酸发愁的米汤 真是好丢烈 你这种心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心 你能有这份很施舍的心 有那个帮助别人之心的人 这种人 他就不是穷人 有羞耻之心 敢于反省自己的人 就已经是一个渠道的人 而现在的你 已经具备这些心 我就是幸福的珍贵之人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能够施舍一点米汤给我 好 小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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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用才就大事结束 我以为我到明天的力量 这都是托尼施舍之恩 谢谢您 大家塞做了这么一件事吗 真不愧是大家塞 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 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 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 阿南 是 转告大家 从今天起 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涉 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 知道吗 是 还有 从今天起 不可像优婆难题那样 一个人拥有太多的波 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 现在 不错 不准笑 世尊一直把大家塞当作是好朋友 而不只是弟子而已 世尊内心 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 只有大家塞知道 两人间的深厚信赖 与这段勇力 四十年来从未改变 世尊八十岁那年 把所有的教义传给了阿南 还有大家塞 阿南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 并且暗记下来 而大家塞 而大家塞则有如世尊第二 亲自实践教义 佛教能够传到后世 大部分得归功于这两位 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 不久 世尊在居士纳罗的两棵梭罗树间 最后一次躺下休息 正好在旅途中的大家塞 听到这消息 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纳罗 传死我了 休息一下吧 行者 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居士纳罗 那么我请问一下 是不是曾经听到过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 他已经在七天前走了 今天要举行葬礼 这一堵话 这是从那拿来的 你们何必这样悲伤呢 从今以后 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 命令那个 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这下反而轻松了 对不对 对不起 我刚才说错了 原谅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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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谅虎谅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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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驾车来了 师父 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 从今以后 我将不再独自享受到的喜悦 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 为了传播正确的佛法 到后世而努力 请你放心的去 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 师父 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 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 在这境界中 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 我的弟子啊 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 以法为依靠 九十天后 大驾车在七叶窟内 聚集了师尊的五百名弟子 其中也可以见到拔驼的身影 也就是现在的宁静 也就是现在的宁静你 沉默的修行者 我之所以发愿 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 又不难以 你是首居第一工吗 对不起 谢谢 就这样 大家瑟得到了阿南等人的帮助 为了将法传到后世 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 也就是经典节级 大家瑟和妖狂南提两个人 应该可以说是一种秘密吧 阿南等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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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等人的帮助